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大家好 非常高兴有这个机会 实体跟大家共聚一堂 表示我们现在防疫还算 有一点成果可以回到这个地方 那我的演讲跟任何之前的演讲都是相同 就是不管您是线上还是现场的朋友 都欢迎扫这个QR Code 那扫这个QR Code 不是实验制 这是slido的QR Code 是可以到一个匿名的可以问我问题的这个论坛 那在这个论坛上面任何人都可以发言 而且任何人的提问 其他人都可以按赞 按赞的数量越高的 它会自动地扶在上面 如果有人已经扫得到或进去的话 可以先试试看po一些问题 反正是匿名的嘛 没有人知道是你问的 那如果扫不到的话 也可以手动地输入slido.com slido.com 然后再输入10200 也会进入到同样的这个地方 那立刻就有人问说现在几点 现在是1点31分在下午 那是2021年10月20号 谢谢这位朋友的问题 所以OK 那所以我的做法大概就会是 会把目前正在回答这个问题 把它highlight起来 然后回答完之后 那我就会把它收掉 那收完之后 我们就会再移到下一个问题等等 所以在接下来的 在接近40分钟的时间 我要讲什么 完全是靠各位来决定 我并没有非讲什么不可 所以就欢迎大家现在就扫这个QR Code 然后在slido上面来提问题 好 那有 有位朋友说午安 那我也只要说午安就可以了 那跟午安相同的 有人像英文说good afternoon 那就good afternoon 大家好 OK 那有位朋友问说 简讯实验制 有怎么样子的成效 简讯实验制 大家可能之前在新闻上面 有看到说立法院编了三亿的预算吗 但是在那个新闻后面那一天 14号的新闻可能比较少朋友看到 是NCC说三亿里面 根本没有快花完的问题 目前才花了五千万左右 那为什么 因为根本不是按照每则简讯去计假 是按照所谓的 类似健保总额制度那样子 就是每个电信 它在使用它的这个简讯装置的时候 需要哪些行政处理的费用 或者扩充一些设备时报时销 那所以三亿元大概到明年六月时 绝对是用不完的 不需要再追加预算 那所以我们是先非常感谢 就是五大电信 愿意最近超越企业社会责任 是功负国难的这个方式来指引 就是运用简讯来做check in的系统 那在到目前为止 大概二十几亿则的这个check in里面 因为大家知道 它不是传送到政府 它是传送到大家的电信商 等于电信商帮大家放这个讯息 放二十八天 那如果没有人调取没有用到 那它就删掉嘛 那所以实际上有调取的 大概目前一百万则左右 那这一百万则就是让精准的异调 或者是在某些百货公司的案例 或一些案例上面有确诊的情况 可以及时地去通知 所以它的适用的范围就是所谓的精准异调的这个范围 那这个范围我觉得蛮好的一点是说它奠基了这样子一个 我们叫做reverse accountability 或者susvalence 就是每一个人都可以去sms.1922这个网站上面 然后输入你自己的手机号码 然后就可以知道说在过去的二十八天里面 有哪个县市的哪个编号的医疗人员曾经看过 你在简讯室连职上面所提供的资料 那大家如果有扫过应该可以记得说 每一则简讯我们都说 仅限这个疫调 仅限防疫目的使用嘛 那在这里也要特别感谢就是媒体朋友 在过去就是有一位法官嘛 张燕森法官在当时说 那他有发现他有一个搜索票是一个刑警要的 那他这个刑警因为什么通讯检查的缘故 所以想要用这个当作办案的用途 但是这位法官当然就没有准这个搜索票 那但是他就想要所谓的sound alarm 就是吹哨说这个为什么会有这样子的用法 那所以我们也立刻就在指挥中心也开了会 那法务部也做出了解释 这个都是公开的 据说所谓的通讯是一个人跟另外一个人的通讯叫通讯 那这个呢比较像是一个post-it note 一个便利贴贴在你的就是电信商的一个占存区里面 那这边就是通讯保障检查法要保留6个月 那这边只保留28天 可见根本就不是相同的东西 所以法务部就很明白地讲说 这个就不算是通讯 所以如果电信商不提供给去做监听的 就是通讯保障的这些检查的这些朋友的话 那这个完全是合法的 那所以不应该去做任何防疫目的之外的使用 那这个就跟我们看到其他 尤其是亚洲的一些国家 经过讨论之后是说可以用 或者是甚至疫调人员要跟警察问要怎么用 或者是说凡是重案就可以用 那我们是走向了一条很不同的路 我们是直接解释说这个根本就不是通讯 所以完全都不能用 那纯粹的防疫的目的 所以我觉得我们在资料治理 这个比较抽象的概念上 因为检讯实验制的关系 所以我们不管是去看 就是疫调人员怎么使用 或者是确保只有疫调人员可以使用 我觉得我们都有一些贡献 那当然接下来 如果我们持续就是没有什么新的个案的话 那可能会降级 那在降级的时候 检讯实验制要怎么样继续 要怎么样使用 我觉得这个是大家可以讨论的 不过在前面大概就是三集将到二集的 这一段时间里面 它是有扮演还蛮不错的一个贡献 希望我回答到这个问题 那有 为什么有实事题 那有三位朋友问说 心目中数位国家的愿景 很好的一个问题 我们的办公室就是PEDIS Public Digital Innovation Space 有一个部落格 如果找P-D-I-S部落格的话 就可以找到 那包含我刚刚讲到的这个简讯实验制 那我的愿景基本上在其中的一篇叫做《创新包容永续》这边 有给出一些讨讨论 那这个讨论简单的来讲 因为网络上都有就不背书了 是说我因为受邀 那当然最后因为疫情的关系 没有去奥运的关系 所以就了解到说 以前的奥运都是 就是比较竞争型的 他们有口号叫 Faster Higher Stronger 但是今年的奥运 因为疫情的关系 就改了他的口号 变成Faster Higher Stronger Together 所以意思就是说 不是像以前那样子 一昧地去追求更快的 更高的 更强的 更尖端的 等等的这些技术 越来越多的国家发现说 这个跟奥运精神本身的修改一样 重点是大家在这个过程里面都能够参与 所以我们还是回到像简讯实验制的这个例子 在当时我们花了很多力去设计简讯实验制 但是我们完全没有说 你一定得用简讯来用实验制 我们从来没有这样子讲过 事实上在很多朋友都会问说 我如果没有手机怎么办 我手机没有后镜头怎么办 我连传简讯都不会 我是漫游的手机 根本不可能传给1922怎么办 等等 那如果我们是说非得用简讯的话 那就是要人 要社会来配合技术 但是我们是不这样做的 我们是技术反过来去配合人 所以我们一方面是说 如果你有简讯的话 那当然就是扫简讯实验制 但是如果你是漫游的门号 根本不可能扫1922的话 那你透过网际网路传也可以啊 所以当时我就录了一个很公开的说 如果你是漫游的手机的话 请你去下载台北通 那用台北通扫的话 就是走网际网路就可以check in 那如果完全没有手机的话 那可以用手写 那如果连手写字都有困难 或者说不容易就是写自己的名字 或者是有一些诗帐啊等等的话 那后来也有一个类比的创新 叫做连续章 就是不用特别沾印尼 就可以直接一直盖章的那种 我们也有看到有很多的 就是乡长啊 村长啊等等 帮这个里面的老人家 都刻了这样子一个 专门给实验制用的连续章 所以他们不管去哪里 就稍微盖一下就可以进去了 可能比扫QR Code还要快 所以意思就是说如果我们是为了数位而数位 如果是为了人来配合技术 那这些民间刚刚讲到这些创新就不可能出现 但是因为我们在讲的都是技术来配合人 所以每一次在做这些新的做法的时候 我们不会说我们旧的就废除掉 我们在便利商店可以去买口罩嘛 订口罩 但是我们推出的时候也没有说 药局就不能够排队买口罩了 事实上便利商店现在退场了 但是药局还在 所以我们每一步都是所谓的incremental 都是建立在前面的基础 但是不强迫本来的朋友改变自己的习惯 那这个就是创新后面的这个包容 就是inclusion 如果有这个包容的愿景 我们才有可能一起去往永续这个方向发展 而不是说好像一小部分的人 去决定一大部分的人要怎么样子 去运用数位的这些事情 所以数位国家我想是建立在 智慧的国民身上 就好像smart city 智慧城市 是建立在smart citizen 智慧市民身上 那每一个人都能够去参与 都能够提出更好的想法 而不是被本来的想法限制住 我觉得这个才真的是数位国家的一个愿景 希望回答到这个问题 那有一个时事题我就知道有人会问 有四位朋友问说 对于参选台北市长是不是有兴趣 我想台面上已经不少比我更适合担任台北市长的人选了 所以我绝对是没有参选的可能性 希望有回答到这个问题 有四位朋友问说 如果台湾在数位化只能够选两个产业来聚焦发展 请问你会建议哪两个产业 我自己因为是研究AI 但是我的AI跟大家的用词可能不太一样 我是研究assistive intelligence 那assistive是什么呢 就是辅助式的智能 就好像我现在戴这个眼镜 它是帮助我看得更清楚 但是它不是代替我去看 或者是去弹出一个什么十秒钟才关得掉的广告 因为那样子的话就不是帮助我了 是帮助什么广告商之类的 那同样的道理 如果这个眼镜它哪一天坏了 或者是有什么需要维修的部分 我也不需要付出高昂的授权费 我可以自己看个影片 自己就拿个螺丝稍微修一修 或者是也可以拿到我们新政院里面 也有专门修眼镜的朋友的师傅那边去修 那它也不需要去收到原厂的限制 那所以意思就是说 它在运行的时候是aligned 就是以我的最佳利益为利益 而且它accountable 就是如果我发现它的行为跟我的不太一样 那这样子的话 我可以很容易地自己去调整它 那这个我觉得是最值得发展的部分 所以我在之前应该是人物智慧学校的年会上面 有说就是我们现在如果是发展 是所谓的autonomous intelligence 就是用机器来取代人去做判断 不是把人跟人连结 而是变成人跟机器连结 机器跟机器连结的话 那这样子不管是什么产业 它都很容易变成说 它的所有的决定的事情 到最后就变成少数的几个人在做 那这样子的话 当然就会有所有比较威权的体制的问题 但是如果我们能够去把民主本身想象成一种技术 那这样的话我们应该发展就是所谓的digital plurality 就是我们发展AI的时候是专注在那些 不是取代人 而是把更多的人能够结合在一起的这些开发的方向 所以具体来说什么方向呢 举例来说像现在很红的一个字叫metaverse 那metaverse我是不是很容易翻这个字 翻元宇宙后摄宇宙都比较奇怪 所以我现在是翻就用shared reality 就是共享的实境了 就是virtual reality是每个人关在自己的虚拟实境 那shared reality就是让大家都可以有一种 那我的现实跟你的现实很容易分享 我不管在哪一个角落 我可以把我看到的感受到的周遭的 去跟在别的地方的朋友 可以进入同样的时空环境的这种感觉 那像现在就是也有一些位置是空的嘛 所以如果有shared reality的话 在线上的这些朋友 那就可以就好像阴阳眼一样 就可以跑到这个位置来 而且还没有社交距离的限制 那像这些都不是去取代任何人 并没有任何人的工作会因为这个消失 但是我们就可以因此去办更大的活动 可以把彼此的状态看得更清楚 所以从某个角度来看 slido这边让大家可以扫QR Code按赞 虽然没有这个共享现实的那些比较影像 或者是声音的部分 只有文字的部分 但它也是一个让大家能够更凝聚说 那现在大家想要听什么 想要讨论什么等等 它有一个刚刚讲民主的一个作用 所以democracy as a form of social technology 民主作为一种社会技术 大家可以参与的社会技术 我觉得这个是最主要的 但是当然民主好像一般不会被当作一种产业 所以我说要把民主当作 把数位民主当作一种产业发展 好像那里乖乖的 但是用这样子的方式开发出来的 让大家不一定要在同一个场合工作 而可以在任何角落 但是还是有同一个场合工作的感觉 我觉得它是可以横向的 不管是服务业还是制造业的朋友 都可以因为这样子而获益 那我觉得这个是很值得投资的一个技术 或一系列的技术 那有三位朋友想要问说 数位经济受到了疫情的催化 但是会不会加剧数位的落差 然后让弱势更加弱势 确实我们在全世界都看到说 如果没有宽平人权的地方 就是不像我们说在任何地方 只要你受不到10Mbps per second 那就是我们的错 所以我们用尽一切方法 不管每个月499还是现在好像469了 就可以确保说每个人都有宽平的网络可以使用 那在世界上其他没有这样子的地区 我们真的看到疫情 它真的让不管是贫富差距 或者是健康权 学习权 都受到很不好的影响 那在我们这边则不是这样 我有时候就会收到那个email 像前几个月有收到某一位 好像在阳明山那边的集中检疫所 刚回国的一位朋友 然后他写个信给我说 证明你不是说宽平是人权吗 但是我刚回国 然后就见了集中检疫所 我这封email花了我一整个下午 才能够送出来 集中检疫所靠山的那一边 他什么电信都收不到讯号等等等等 他觉得他人权受到了侵害 所以我就立刻就回信说 很抱歉我们立刻解决这个问题 然后就感谢NCC跟中华电信的协助 那两个礼拜之后 那边就多了一座集体台 然后他就可以不管下载什么都很顺畅 不过那个时候他已经出了集中检疫所 因为两个礼拜已经过去了 但是我回他的信 他就是真的开车回去 然后开speed test 然后真的确保说我有说到做到 就是刚刚所谓的accountability 然后在社群网络上面分享 所以真的过两个礼拜就解决了 没有人权的这个问题 所以我的意思是说 我有这样子的提问 或者有这样子的朋友写email给我 我觉得是最重要的 因为毕竟我们不可能从上而下的 就知道说我们有哪些地方 做得还不够好还可以改善 但是只要确保说 一知道有哪些地方 看起来好像应该要有官屏网络 但是却没有 然后有让务弱势更弱势的这个问题 那我们就立刻就去补上 我想这个是责无旁贷的 希望要回答这个问题 那有四位朋友们问说 疫情让产业的供应链重组 台湾除了半导体之外 还有没有下一个护国神山 我想提醒的就是说 半导体也不只是一座山 它是一整个山脉 它在几乎所有的产业都有帮助 那所以我们现在可以看到说 我们在疫情过程里面所开发这些 所谓的台湾model 它不一定是特定的产品 以前讲made in 台湾 想到是一些product 一些产品 那也不一定 甚至不一定是一些服务 它事实上是一些创新的方法 一些做事情的方法 像刚才讲到democracy as a form of technology 我现在常常一醒来 早上六七点就跟南美北美 那到睡前班晚就是跟非洲欧洲 大家都在问同一个问题 就是说我们怎么样确保说 民主不会因为疫情的关系而倒退 我们怎么样回应有些人说 因为疫情的关系要照顾到大家健康 所以不得不去做一些比较威权的 比较反民族的一些做法等等 那这个时候我们就可以分享 我们的台湾model 那台湾model基本上就是去确保说 大家了解到防疫的重要性 而且每个人都可以讲出一套 自己的防疫的道理 所以不靠任何就是由上而下的 lockdown take down 这些事情 而是就是每个人都可以变成 参与防疫的一份子 你想到什么 很好的主意 你就跟疾管家 或者打个电话跟1922讲 那在这个情况之下 防疫就变成一件 既没有牺牲掉民主 事实上是促进民主的一件事情 那我们不管是在防疫上面 在所谓的disinformation 或infodemic的这个题目上面等等 大概都是采取这样子的方式 那所以这个也不是说一座护国神山 就像刚刚讲到的民主 可能不是一种产业 但是这个确实是让很多的 国外的理念相近的朋友 理解到说 那他们自己所担心的民主的倒退等等 这个它的解方 或者是以disinformation来讲 就是我们要怎么样确保说大家在哪里有可以抵抗假讯息的那种抗体等等 这些好像都是在台湾研发出来 那我们研发出来之后 因为我们也没有说一定要付我们授权费什么的 我们就很公开的分享 那透过像民主峰会啊 或者是开放政府伙伴关系啊 这些新形态的国际组织 那我们就用这样子的方式来分享给所有理念相近的朋友 所以这个我想是对于守护台湾是有帮助的 只是它可能不是产业面 它比较多的是社会 所谓People to People Relationship 就是人跟人之间的 社群跟社群之间的共享跟分享 有四位朋友们问说 请问在社会的数位化加速的浪潮底下 比较建议民间的企业投入哪一些新的创业领域 或者投入哪一些创业的项目 这非常好的问题 我具体的建议大概都是 尽量把传统上面想成消费者或者顾客的这个关系 然后能够把它转换成共创的这种关系 也就是只要是想到可能外包的地方 就把外包换成重包 重包就是crowd sourcing 群众外包 怎么讲呢 就是像我刚刚提的一些防疫的这些例子 不管是口罩的实名制啊 或者是简讯实联制等等 它都有一个特色 就是每一个参与的人他是被empower 就是他自己如果觉得这个服务不好用 他有把服务变得更好用的那个能力 他如果觉得地图不是最适合用来显示口罩存量的 应该要用一个对话机器人 他就找个朋友或自己写个对话机器人 立刻就出现了就是像机管家那样 或者是之前有一些诗障的朋友觉得他要用听的或用讲的 那马上就有语音相关的这些服务 那我如果一开始推这些口罩存量的时候说 版权所有翻译必就 那后面的这些都没有了 对不对 所以就是开放式创新它是建立在 没有这个版权所有翻译必就的这个想法 而是我做到任何程度 我都只是抛砖引玉 开门造局 那这个时候凡是对我不满的 那他可以化不满为力量 他就可以做出一个更好的服务的体验 那实验制也是如此 那当然报纸上面就是常常会说是我发明的 其实就跟口罩地图一样也不是我发明的 口罩实验制当时是在G0V的这个频道上面 大家可能知道台南的就是像吴展伟 江明宗 这些朋友做的 所以同样的简讯实验制也是在G0V的频道上面 那有几位朋友当时觉得说 我用手写也好 扫QR Code也好 一个手机要安装非常多的App 那就是这些App的作者 那在这个频道上面不断地讨论 讨论说有没有什么方法 我们的App都还是照写 但是大家可以用同一种QR Code 也就是所谓的industrial standard 有一个类似工业标准 那大家讨论了大概两天之后 就同意说用SMS 用简讯传给一九二人 因为你什么都不用下载 但是你如果有下载 好比像说台湾社交距离 当时就加了一个扫码器的功能 我到现在还是用台湾社交距离在扫 所以如果台湾社交距离的那个团队 觉得我们简讯的那个体验不好 他自己可以做一个更好的版本出来 所以同样的道理 就是如果你现在有一个产品或者服务 那你透过群众外包或群众母子等等的方式的话 那对你最不满的顾客 那立刻就可以变成好像你的研发成本 一部分外部化 就变成它可以帮助你下个iteration 下个迭代可以做得更好 所以这个创业领域 泛程社会设计或社会创新 social design或social innovation 不是说你完全没有商业模式 你本来商业模式还是照旧 但是在里面最靠近顾客 最靠近一般人的那一部分 你把它的元件公开出来 然后任何人都可以再去改做 那透过这样的方式 那就可以更加贴近新的发生的事情 大概是这样子 斯文本问说 低轨道的卫星通讯会对数位经济带来什么改变 这也非常好的问题 当然立即可见的 就是在我们现在的不管光线 或者是微波或者是cable 这些比较难道的这些地方 特别是像在登山或者是一些离岛等等 这些都可以让刚刚所讲到 宽屏作为一种人权 可以更容易地简单地去达到 这个是立刻就可以看到的 那更广泛地来讲 就是等到shared reality 就是共享现实 变成我们生活中的日常的时候 它就可以让我们有一种 我们不会关在一个房间 跟另外一个也关在某个房间的人 然后一起来讨论生活上面的事情 我们所谓的线刊 我们在行政院常常就大家穿个背心 然后就去实际发生的那个情况去看 但是就不会再是只有特定的官员 或者特定能够去线刊的人 可以先看我们透过低轨道通讯卫星的技术的话 只要是反而是没有屋顶盖身的地方 任何时候发生任何事情 关于环境的 关于社会的等等 等于大家都可以一起有到现场去 就地地讨论的感觉 但当然我们还可能都是在各自的家里 但是我们就可以去把我们的focus 就好像slido这个高亮度的问题一样 我们就挑那样子一个社会 或者是环境上面的一个事件 然后大家实际绕着它去进行讨论 就不会像现在很多宽屏的沟通 大概都是离那个点最近的一个 可以牵光线的地方 所以我觉得这个部分是蛮值得期待的 我们现在也看到很多实际在所谓的5G 特别是Milliter Wave这边 也在实际实验的时候 我在某个场域里面 就先把这个场域做到share reality的程度 所以我觉得等地位到卫星普及的时候 我们在软体以及共同应用的这一端 大概都已经可以把刚刚讲这种 共享现实共同在场的这种感觉 做得还不错了 应该是在接下来几年就会发生的事情 有五位朋友问说 想要询问 在发想每一项有利于民众的智能功能当下 我都是以什么为基础 都是以刚刚讲到群众智慧 就是collective intelligence作为基础 所以群众智慧的意思就是有很多的空间 在这个空间上面 都是我不认识他 但是感谢他 对不对 的一些朋友 像我跟国外的朋友最常介绍的就是PTT 因为在很多的国际上面 他们想象中 这种大型的讨论公共事务的论坛 它一定是某家公司的 或者是它服务于某个跨国的某个集团等等 在上面因为它不管是要卖产品还是要卖广告 它大概都会有一些比较刺激的 就是有curate过的一些讨论 但是在PTT上则不是这样 大家都知道PTT完全没有在卖广告 然后任何人只要有手机号码就可以创一个账号 创了账号之后 大家想要讨论什么 完全是看群众智慧当时觉得什么重要 那就去讨论什么 所以在这个情况下 它完全是开放的 它的原始码 它的治理方式 大家PO的文章等等 全部都是由他们自己来管 而不是由特定的股东会或董事会来管 这也就是为什么当每一个新的社会情况发生 好比像说李文耀医师当时PO说 这个华南水果海鲜市场确诊了 起立 SARS在他们那边了 但是这边立刻被转贴 隔天24小时之内 立刻就变成就是武汉来的班级 都要登记检查的这个情况 那但是在其他的论坛里面 就没有到这样子的讨论的程度 也没有那么多就是不同专业的人 去所谓Pro Social的 就是每个人是贡献心理的 而不是Anti Social 而不是彼此互相攻击的这样子的状况 所以我是觉得说有这样子的 现在他们叫做Digital Public Infrastructure 就是数位的公共建设 就好像我们的集会堂 或者公园或者图书馆 或甚至国家公园等等 这些都是公共建设 我们在这些空间里面去进行 关于社会议题的讨论 而且讨论才比较真的能够聚焦 那我们是不会跑去 就是Night Club去讨论的 但是如果硬要在像Facebook 讨论这些议题的话 那真的就很像 就是音乐放得很吵 然后都是烟雾弥漫 然后还有一些成瘾性的饮料等等 那同样的人 就是在不同的空间讨论 讨论的品质就不同 所以我觉得我的基础 就是在每一个 这样子有Pro Social 有亲社会的功能的 这种线上的公共讨论的这些空间里 那PTE当然是很重要的一个 我们自己也有加Police Joint平台等等 有很多类似的空间 是以这上面的群众智慧为基础 希望要回答到这个问题 有三位朋友们问说 如果凡事都数位化的话 自安的脚步是不是跟得上 这非常好的问题 我想刚刚特别要强调的就是 我们不是凡事都只能数位化 如果觉得说这个使用习惯 他还不是很习惯 不是很安心的朋友的话 那他就应该继续去用 他本来就是比较类比的 或者是比较没有那么数位化的方式 是等到他觉得很舒服 很安心了 才去使用这个数位化的做法 因为如果你逼着一个 他还没有这个使用习惯 的人非得用数位不可 那这个就是最容易出现 自安问题的地方 那像当时就是在口罩预定的时候 我们本来也不是在超商用那个事物级 我们本来是用想要用提款级 那你只要就是插入金融卡 然后汇52块钱给机关署 那拿那个小白单 那接下来就可以直接去柜台拿口罩 完全没有现金支付的这个问题 而且也相当有效率 那但是当时我跟一些长辈讨论的时候 他们就说他们会非常不安心 因为第一个 他们的金融卡从来没有 就是用来做这件事情过 那第二个 他们看到165反诈骗的那个贴纸 在ATM上面 所以虽然上面写说 你只会转出52块 但是他脑里就加很多个零上去 他会很担心说 就是自己的存款会全部都被汇走 而且他后面还有很多人在排队 他也很担心说 他按个密码 这个被后面的人看到怎么办之类 所以就是如果没有去考虑到 这些非常实际的这些忧虑的话 那当然资安的问题就会全部都冒出来 但是就是因为这样的关系 我们就说 没有你还是可以到柜台付现金 他拿出52块的铜板 他比较安心 那你不用输入密码 可以用健保卡 然后在草上的事务机 直接拿小白单 但是健保卡是不拿来付款的 所以也没有诈骗的问题等等 所以是按照实际的需要去调整这个数位的做法 这个时候他的用法就跟在药局非常像了 这个时候就比较没有资安的问题 资安就因为他的使用的方式 不会泄露他的个字 泄露他的密码等等 根本就不收集 怎么可能泄露 所以这个情况下 反而他资安的攻击表面是变得比较小 那也变得比较安全 希望回到这个问题 所以如果你要资安跟得上的话 就不要凡事都硬要数位化 那在数位化的过程里面 也尽量照顾到本来的使用习惯 让这个使用习惯可以慢慢慢慢地数位化 而不是一蹴可及的那样子的方式数位化 资安我觉得跟防疫是很像的 就是最后还是大家有没有戴口罩亲戚手 这个才是真的 就是有良好的资安习惯 但是如果是强制大家用什么 但是又不说明清楚 为什么要这样做的话 那就不可能自己养成 戴口罩亲戚手这种好习惯 那养成好习惯绝对比 用什么特定的资安技术要来得重要 希望回到这个问题 有四位朋友们问说 企业如果朝向数位化发展的话 应该怎么样开始 以及克服怎么样子的障碍 像我们当时为什么会有简讯实验制 完全是因为大家觉得在纸本那边 大家凑在那边写自己的名字 或者是联络的电话 非常容易群聚 就算大家都有戴口罩 那支笔 大家也不是很想碰那支笔 所以都要自己戴印章什么的 所以在这个过程里面 它是已经有一个类比的状况 不能解决的一个痛点 我们是绕着那个痛点去数位化 那这个时候就非常容易去推行 因为每个人都有共同的价值 就是不想要群聚 不想要染疫等等 那你可以想象说 如果不是全国三级警戒的 那个时候的状态 我们到去年 去年大家就觉得好像还好 对不对 我在那个纸上稍微写一下 自己的联络方式 我不想写全名 我就写个称呼 大家也觉得还好 从来没有人觉得说 排队这个是很大的一个问题 为什么因为就没有什么疫情 所以就是那个数位化的时机 是非常地重要 但是在那个时机之前 就像我们讲的 在GTV的频道里面 已经有很多 已经开发过实联制 或者在国外 有接触过各种不同的实联制的做法 的朋友都已经在线上了 所以那个社会网络是非常重要 在有这个社会网络 在一个就是公共的 数位的一个公共的空间里面 等到这个挑战 一来的时候 它就可以立刻 大家开始brainstorm 开始提出各种可能的解决方案 那这样子的话 因为它是出于实际的需求 所以就大部分碰到的障碍 都很容易地被解决 所以我这边的意思就是说 不是抽象的 超项数位发展 而是先去看 我们企业在实际工作的时候 有哪一些痛点 有哪一些真的是让你的员工 觉得说好像在做这件事情的时候 自己好像工具人 就是并没有特别是用到人的判断 也没有跟人沟通等等的情况 那这些其实它习以为常 好像也就算了 但是当疫情或者是任何外在的环境 一改变 它就会觉得说 那这一段真的是非常浪费它的力气 非常耗它的时间等等 那所以在这个过程里面 我们就可以立刻去说 那我们就先把这一段 去进行数位化 所以我想与其抽象的数位化 不如我们大家都用 类似像体验设计 互动设计 服务设计 这样子的方式 去检视自己的工作流程 然后在有外部压力的时候 就立刻随时都数位化 这样子的数位转型 才比较不会再重新创造出 第一线的同仁的负担呢 那有四位朋友们问说 Digital Twin and Metaverse 怎么样子对Digital Transformation 造成一些帮助 所谓Digital Twin 就是说我们在刚刚讲到 共享现实的空间里面 把我们实际实体 类比世界的一些东西 实际放到上面去 所以不管是一栋建筑物 它的Digital Twin 就是你可以在那边 试各种不同的日照 或者是各种不同的 就是都市设计的安排 可以让人实际在那个Metaverse里面 感觉一下 不同的方案会有什么的效果 或者是说 现在大家都是说要 简单简单要有碳汇 那各种不同的 就是碳汇的空间的安排 哪些地方是绿地 哪些地方是发电等等 可以让大家在实际动工之前 先在Metaverse 先在共享现实里面 先去体验到各种方案 实际对我们生活会有怎么样子的影响 那这个当然对数位转型是非常有帮助 因为就像刚刚讲到的 数位转型它常常切入的那个契机 是一个痛点 就是我们现在发现 就有的类比的方法 不管用了 或者是很不好用了 但是新的那个方法 真的有比较好用吗 除非你有第一手经验 其实是不会知道的 所以这个时候在所谓的Metaverse 就是共享现实里面 大家都先去体验一下这些新的方案 这个时候就不会好像心里有焦虑 不安之类 而是觉得说这个真的很不错 我们就实际做看看就是了 所以这个共享现实的用法 它就是一种比较公共的 就是实际上是共享的 而不是说少数几个设计师 在VR里面就帮大家决定一切 所以这也就是为什么共享现实里面 它本身的民主化 就是每个人都很容易去接取 而且接取的时候 可以用自己习惯的方式 去看同一个共享现实 就像我这边戴个眼镜一样 自己要很容易能够做外挂 开外挂 这个是最重要的 因为不然的话 就会变成一开始设计Metaverse的人 习惯的那种互动方法 就变成所有人都被迫 要用他们的这种互动方法 那就不是很OK了 所以如果是要做数位转型的话 同样的inclusion 就刚刚讲到数位包容 还是我们设计共享现实的时候 最重要的一点 有三位朋友们趁乱告白 谢谢大家趁乱告白 有三位朋友问说 那台湾要怎么样强化人工智慧 跟Big Data领域的优秀人才教育 我觉得这些题目 大概都是很容易学而很不容易教的 意思是说以战代训 现在好像这个口号叫以战代训 就是实际就把真正的问题放到他的面前 然后像我们有一个叫T大使的计划 就是让刚毕业没多久的 大学刚毕业的年轻人 但是他不是叫做实习生 或者是初届员工 他是叫做大使 那这个这样子称呼 就是有点比马龙效应 就是说他既然是代表数位转型的大使 那他碰到企业的问题的时候 他就不能回避 他要跟他的队友一起来面对 一起来解决 那就算他只解决到百分之十 百分之二十 毕竟半年的时间 不可能完全解决 但是他一方面就可以了解到说 不是只有在特定的大都市里面的 特定的像金融 服务业 需要数位转型 任何地方的任何商圈 任何这些社会型的企业 公益团体 所有的这些都需要数位转型 他就真的知道人家的痛点在哪里 那第二个就是说 它是instant gratification 就是立刻就会有一种满足的感觉 因为他解习题 这个习题所有人都解过 他也没有解得特别快 也没有特别好 但是他解决一个问题 他真的可以看到 他造成的社会影响力 他的正面的冲击 那他就会觉得说 那我投入更多时间学是很值得的 而且也更没有就业的问题 因为他的学习跟就业 其实是已经混在一起了 所以我会建议说 与其抽象地去解人工智慧 或者是big data的题目 我们还是把它当作assistive intelligence 就是用哪些痛点需要大家辅助 把大家编成一个团队 然后就实际进去辅助个半年看看 那不管是学到哪些适合用这个题目 适合用这个方法解 哪些题目不适合用这个方法解 这样子的经验 我觉得都比较扎实 就不会变成好像是一个很抽象的bus work 他的脑里面就会有很多 他未来在数位转型的时候 可以应用的人籍关系 人脉等等我觉得这个也是很重要的 我们还有一分多钟 可能剩一个问题 有四位朋友问说 疫苗的护照造成另类的歧视或限制 例如像意大利日前民众抗议 美国也要求两剂才能够入境 企业甚至要求员工配合十大疫苗 请问如果看待这样子的问题 以及政府应该采取何种立场 下午两点了吗 就问一些下午两点的问题 我自己的感觉是 我想疫苗护照就是国跟国之间 跟疫苗通行证就是在一个国家里面 我觉得要分开看待 因为疫苗护照它是护照领事的延伸 我们在入出国的时候 本来就是每一个主权国家有它自己的限制 所以就算没有数位的疫苗所谓的护照 到最后你还是用值本的方式来解决 所以在这个时候数位只是解决 它值本可能是不容易验证的痛点而已 在这件事情上面 我觉得数位是真的可以帮很多忙 但是在国内也就是通行证的用法上 它是创造了新的痛点 对于还没有打疫苗 因为自己的身体状况不适合打疫苗 等等的这些朋友 会造成像这位朋友讲到的歧视 所以我想之前指挥中心也有跟我讨论过 关于护照的这部分来怎么应用 所以我想我们现在先专注在这个护照的部分 那等这个护照的部分 大家都使用习惯 也觉得没有什么问题之后 那我觉得大家对于通行证的讨论 就比较真的能够基于第一手的经验 也能够就事论事 希望有回答到这个问题 好 那我们今天因为剩20秒了 可能就先这样 谢谢大家的提问 谢谢 感谢郑伟用问答的方式 提供大家一场活泼有趣的演说 郑伟因为另有药物 必须要先行离开 我们是不是再次以掌声 谢谢郑伟今天的参与演说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感谢观看